每年夏季一来啊 各种关于发大水的报道 这是一个接一个 其实作为依靠河流发展起来的文明啊 我们的历史几乎也就是和洪水对抗的斗争时 在远古时期就有大雨治水的传说 而山王朝更是被洪水追的到处搬家 五次迁都 机器仔从公元前206年到上世纪40年代 在这2155年期间 我国发生的大洪水就有1092次 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水患 而这些啊 基本上都是黄河母亲更年期发脾气的记录表 在汉唐时期啊 由于黄土高原一带只被破坏的还不算特别严重 黄河温和的度过了800年的时间 但是到了宋朝啊 由于前朝历代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垦 使得黄河突然进入到了更年期 结果宋朝倒霉的成为了黄河发飙的对象 仅北宋时期啊 黄河就泛滥了154次 导致给北宋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而且从此之后 黄河母亲更是更年期就没停过 闲着没事就打孩子 面对黄河母亲发飙啊 有些王朝国力不足没办法安抚 而有些王朝因为没伺候好 反而给自己惹了麻烦 元朝末年黄河又一次发洪水 宰相多多征集15万人来重修堤坝 面对巨大的工作量 朝天发的工资却又不多 而这仅有的一点钱也被层层薅羊毛 到了工人手里连口粥都喝不上 最终这场原本是为了疏通黄河的工程 反而成了原帝国的催命符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 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和绿化 才让我国大部分的水迹都消停了下来 到处了 这点